那你怎麼看證實用昨天就是說 只要是人車還在題外的話 他就絕對不會關水嗎 這個喔 我的幕僚已經一再的提醒我 不要再罵他了 這個讓人知道你知道喔 當年喔 他當那個防疫指揮官 要不是後面那一排你知道 只靠他指揮 我不知道他死多少人 所以他不太了解市政 不是啦 這有嘗試的問題 你看看喔 這個就第一個民粹過頭 除非他出來說 我講太快了 我弄錯了 如果他這樣講 那真的是 那就嘗試的問題了 市長 他這樣子的說法 你覺得是哪裡有問題 不是啦 水淹上來 其實外面有車 水門還是要關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讓那個水淹進台北市開什麼玩笑 那納利台風的那個慘劇就重演了 所以這是這樣啦 我們當然是儘量讓車子可以測出來 可是如果那個水淹漲得太快 還是要當機立斷關水門 這個 因為 因為還有大多數的市民需要保護 這麼簡單的事情 怎麼不知道 但如果外面還是 就是提外還是有人的話 這樣子要補助 所以這樣啦 儘量 其實我們有在修一遍啦 以後 如果真的要關水門是不是用分區巡邏 然後去直接通知那些人 不過有時候那時候 這個是這樣啦 車子要移出來還比較容易啦 但是這樣啦 如果你脫掉很 量很多要脫掉才不及 還有一點啦 有時候你在河濱辦公園你知道 辦那個 辦活動 我也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那些音響啦 什麼要測出來 要時間啦 而且大家也希望把它收好再辦出來 硬搬 弄壞掉也是問題啦 所以 還是一樣啦 在河川 不管停車或辦活動 本來就有比較高的風險 這就為什麼我很不喜歡在 暑假的時候在河濱辦活動 但是理論上我們這次已經到十月 都已經十一月了 所以是這樣嘛 極端氣肉越來越難控制 理論上到十一月了 都已經快到十一月了 沒有什麼台風才對 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 台風的效應才對 市長 你看說陳時中說你今天取消就補選了今天 是因為在上次這個水在地方學到教訓 他說這個市長不用再的說法不公自破 你看他說 沒有啦 其實這個齁 其實應該我送一本那個 科幣管理學給他唸 當長官只要做三件事情 建立規則 然後緊急跟例外 其實建立規則就是齁 比方說我們以這個淹水來講 我們會找大家來討論嘛 那定個規則出來 那再來就是齁 有時候緊急的時候 你知道他就不能一層一層這樣抱上來 他可以跳過去 還有一個是例外 就是說他判斷是說 特殊情形不會照SOP的範圍內 所以長官要做三件事情嘛 建立規則嘛 建立SOP嘛 再來是緊急跟例外 所以 我也知道他對管理學 他也沒有實際指揮過這種大兵團 你知道嗎 這個就算了 那你怎麼看 那你覺得上週的狀況是哪一個 上週的情況 上週我覺得那個還是一樣喔 第一點喔 我們現在就查 因為我們也檢討過了 第一點喔 那通訊你知道 以後不要用發簡訊 應該用發簡訊 要不然說 接到請按1 規傳 所以等10分鐘再沒有用語音 我們只在設計啦 要讓那個簡訊的通知喔 更精確 還有一點喔 我也知道喔 常常你換的手機 換什麼 他就變不精確 所以變成要每年有個update的機制 這幾點啦 再來是那個 剛才講過嘛 第10核酸局跟我們水利市府 也在沿泥啦 整個淡水河河系的這種通報系統 有啦 我跟你講 我們反省改進嘛 就是每次遇到問題 我們會把這個系統再修一遍 這才是張長官的目的 長官就是平常要建立SOP嘛 那怎麼看立委現在覺得你被SOP綁架 還說如果只看SOP的話 那市長都不用說 啊不是跟他講 已經講 像你人家問題目的時候 你就要聽你知道 就已經講過了 長官要訂SOP 要緊急跟例外 我跟你講喔 美國的太空船可以到月圈 靠的是checklist 這些就是沒有在美國留學過的 沒有追過現代文明訓練的 要相信SOP 如果不是SOP 美國不會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市長 想要問一下 想要問一下今天 想要問一下 今天出這個科批管理區 可是剛剛有講到這個里長認為說 您的SOP有問題 因為這一次這個關水門啊 他說其實降雨的部份 根本都沒有這麼強 那會不會是 奇怪 這不是Repeat要講過了 但是他覺得說這個SOP的部份 有照SOP 沒有啦 就還要再修嘛 還有點老再講一遍 巴士 二十法車 還是會有例外啊 因為你要百分之百安全 所以很多是不必要的 那你要想要偏移行事 有時候不小心就會踢到鐵板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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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謝謝